桃园县政府水务局在去年委托包商 在卢竹市新建了地下污水厂 但是居民们却发现 家里面井水的水位奏降 甚至已经到无水可用的地步了 因此他们认为 水位的降低跟污水厂有关联 甚至有民众指控 这个施工厂商非常的马虎 不但没有带安全帽进入工地 甚至有工人带了酒精饮料 水务局就针对居民这样的指控回应 他们已经向包商要求近期之内改善 居民打开水井手电筒一照 水位竟然几乎见底还残有杂质 水井水位奏降只剩原来的十分之一 造成无水可用居民不满抱怨 矛头全指向正在动工的污水厂 都有跟厂商自己的反应 也有跟县政府水务局 我直接去反应的 他说要求厂商来做那个敦庆慕领 但是厂商一直都没有做 一年半了 想要烧水煮东西只能外出提水 原来去年桃园水务局委托包商 在陆竹市新建污水厂 没想到约有60户家中井水 竟然水位奏降 让家中没有自来水 平时仰赖井水的居民 现在污水可用 工程在施工的时候是 他们挖身 把水全部抽走 所以这附近的井都被他抽走了 不止污水厂遭居民控诉 就连工地施工品质都受到质疑 来到施工厂区 工地人员站在阴架上 不过仔细一看 工地人员竟然没有戴安全帽 似乎不把公安问题放在眼里 甚至有工人买提神酒精饮料 进入工地 被居民质疑 这样的施工态度太轻率 对我们厂区内的一些施工的部分 如果说有违反到 我们相关的一个施工的规定的话 我们一定会依据我们合约规定 跟相关规定来做一个处理 水务局也表示施工工法 不会影响地下水位 可能是今年雨量锐减 造成井水下降的原因 将厘清井水下降和工程关联性 不过现在居民只希望 包商能够尽快解决饮用水问题 让他们游说缘可用 记者简正风赵梅兹桃源采访报导